各位专家,各位学者,现在我们为英国学林筋膜和解护月工艺试验讲座 那我们所讲的内容是一管斗针自腹部斑痕消除腰疼 那这是这么一个呢,是腹部做了手术的 留下了疤痕,我们消除了疤痕,治疗前的手术摸定这个距离 治疗以后呢,15分钟以后呢,距离就变得这么惨了 那这个是分享的整个过程,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方法呢 就是说,在2008年,也就是15年前,我们碰到这么一个病人 他是肩膀疼,头晕,肩膀活动受限20天 那他整个病史呢,就是渗了臭肚瘤 然后切出了渗以后呢,就出现肩膀疼疼无失 那当时就问外科的医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专家说,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检查呢,在肩背的肌肉紧张,肩膀活动有弹响 咯啦咯啦响 而且呢,肩膀的手呢,摸背是受限的 同时在裂合关节活动的时候,出现了S型的运动 也就是说,关节弹响 那这个时候呢,这是头面部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看看呢,他手术是在这里的 那为什么会影响到头面呢 再看看呢,人体的中毒线,整个偏向了左边 这个病,这个手术跟这个肩膀疼,从面部的症状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好,那这个就是手术切出来的,测过流上面还有毛发 好,我们就先对这个疤痕进去治疗 他这里呢,是用不通话对话的 就问他疼不疼,他都不疼,但是我很紧张 然后呢,我们再用液罐吸着这个肩膀上进去活动 那这个时候呢,抖针,刚才抖针呢 跟液罐两个结合起来的消除这个疤痕 做了第二次,这个患者呢,活动正常了 这个活动正常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下面的摸索 好,我们讲了,沾连的是疤痕的并发症 沾连这个地方呢,是伤口附近的一个 沾连在一起 搬连组织呢,这里是讲的很复杂 他说是限制了我们运动的施痕 影响到两个组织之间的滑动 滑动是什么意思呢? 文字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的外衣跟内衣沾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呢,一脱外衣的时候 内衣就会沾在一起了 这就就是沾连 这个疤痕有疤痕,不一定有沾连 有沾连的时候,就是外衣跟内衣连在一起 我们脱外衣就掀起了内衣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治疗这个病 第一个病人最关心的是疼痛 是否疼痛 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 皮肤上的疼痛呢 主要是皮肤上的感受器 其中之一呢,就是游离的神经末梢 游离的神经末梢 但是表皮里面游离的神经末梢很少 还有毛囊 毛囊呢就是老外呢 身上的毛囊比较丰富 毛比较多 真碰到这个地方会产生疼痛 除了这个地方,第三个呢 还有囊状小体 幸好呢,我们皮肤上的这些感受器呢 都不丰富 所以我们做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微疼,甚至是不疼的 好,我们再看看疤痕 这次小肠切除以后呢 引起了疤痕整个肚皮都歪了 那这是一个摩洛斯的院士 潘平森是综合症 它是胃癌切除以后 整个疤痕呢 把整个人的症状线都拉歪了 好,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长期又切除了疤痕 好,这个呢 苏仑管兰肺炎 两个同时做了手术 那这些疤痕呢 都会引起了疼痛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是40岁的腰退隆呢 他是剖腹长16年了 腰长了三年呢 这个疤痕是13年呢 这个疤痕是很深的 还有伴有腐质肌分离 这个呢 腰疼了11年 他的蓝尾手术洗了20年 这个82岁的子宫肌瘤20年 腰疼呢 半膝关节的疼痛 那就说这个疤痕很深 那我们用了多少根针 一、二、三、四、五 五根针给它 松解疤痕粘连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是前线癌的手术 这个子宫肌瘤栽作手术两年呢 他也引起腰疼 那这是多难浪肠的 切除了疤痕 这个疤痕呢 现在用微创 微创的疤痕很小 这个66岁的呢 他是上肢的疼痛一年多 是做了胃的修补处42年 42年相当长的时间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恶性淋巴肿瘤的时候 手术巴含是两年 在这个地方 五下的手术是五年 这个剖腹斩手术是二十九年 身上是伤疤雷雷 好 我们就讲了 灌 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是讲脚法 这是第一代的 后来呢 有了陶瓷跟竹子做了灌 这是第二代 玻璃火灌 第三代 真空拔火灌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是第四代 我们这第五代呢 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一到四代里面 是用硬直的材料 灌的边缘是硬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易灌呢 易灌是用什么 用硅胶做 硅胶做很有弹性 而且它的边缘这个地方呢 是有双巢 双巢是什么 防漏气 所以呢 它能携带皮肤有皱褶的地方 关地的地方 而且能够同时进行运动 在水上的 在陆地上也能运动 最大的特点呢 它这个地方 中间还有一个按摩处 它同时除了签拉肌膜以外 还能按摩穴位 按摩穴位是什么 经过所过 主治所及 就是说吧 把他们现代治疗的 积膜的签拉 还有 穴位的按摩 同时进行 那义管呢 它吸附力很强 我们手这么一摁 它就能吸附在皮肤上 一摁它就吸附在上面 那这种呢 六号管它有个按摩柱 一摁在上面 除了能够吸附以后呢 我们这么按的时候 通过按摩柱 还能压伺 刺激穴位 那所以呢 这个功能是相当好的 好 那自我介绍呢 是里面名医 而且在大学里面兼职教学 好 玻璃火罐呢 做不了什么地方呢 皮肤有皱褶的 关节的地方 还有有毛发的地方吸不住 我们现在看到呢 义管能够克服了这个不足 而且能够在水里面 这个是俄罗斯的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他学了这个地方以后 就把义管吸附在身体上 进行潜流 那就说 通过这么一个工具呢 我们能解决很多问题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义管不但在我们做保健 做治疗有用 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后勤部卫生部里面的 中医保健箱里面就有义管 那这个是义管 这个是部队专用的 我们这里呢 有五种型号的义管 在钓鱼岛群航的时间呢 他们部队里面也用上了义管 那所以呢 军用的 民用的 都可以 这是广州化的 我们最大年纪的 这个是108岁的腰痛患者 他来的时候 已经进入两个三甲医院看 大家就碰他 是碰瓷的 不敢给他做治疗 然后他用轮椅台来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用义管跟董针 做完治疗以后呢 他走出去了 走出去以后又回来 我说麻烦了 又碰到什么 东西没治好啊 原来他回来 他说 我忘记跟医生再见 啊 那就说 心态呢 决定一个人寿命的长短 所以呢 这年纪这么大 108岁都能用义管 那就说 这个是安全性很强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来看看 二十五天左右 爸爸 其实我们在十年前 就已经给他用到小义管了 这个小孩呢 是出生十五天 才十五天 一个月还不到 连续五天拉不出大便 黄胆指数很高 那这个时候呢 他大部分病怎么办呢 宝妈就用这个义管 给他拉了背部 跟他拉了服部 大便排出来了 排出来以后 奇迹出现了 黄胆指数下降 好 那就说 我们义管最大年纪治疗的病人 是108岁 最小的病人 才是出生十五天的婴儿 那我们的义管这个群 有很多群 有三十多群 有国内外的群 好 那我们还曾经在治疗了这个肺移植的病人 大家知道 钟南山院士他们团队呢 在非典的时候很出名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强调是什么 做肺移植 肺移植 做了肺移植以后有点小麻烦就是什么 病人所有检查都正常了 但是出不了院 呼吸困难 就是没办法做生物的呼吸 没办法做转身 举手都困难 后来我们当时呢 把义管吸在上面 进行了运动以后呢 症状马上减轻 他可以呼吸了 那就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筋膜的治疗 好 那我们讲到无私自通 俄罗斯这个三叶的世界冠军 肩膀受伤以后呢 就是用义管 用义管吸上去面 可以做单杆 这么摇腿的这个时候呢 是牵拉背部腰部的筋膜 牵拉完以后 第二天他说 哎呀 这个整个症状就消失了 好 义管呢 已经走出了我们在新加坡 如果马来西亚印尼的医生呢 用这个秘密武器能治病 还有美国 这是美国加州都要大学的嘛 博士生导师 教他们用膝关节的治疗 就是义管吸在上面 这是美国的电话号码 那就说通过这个治疗 能够解决很多的 圆组织疼痛 甚至骨关节的疼痛 好 我们讲到抖针 抖针是怎么样 怎么来的 怎么治疗呢 我们第一个 这种普通的针就针 勾在皮肤里面 常规消毒以后 做上下拉 牵拉 牵拉抖动 那这个是牵拉筋膜 还有呢 或者把那个针拉到以后 左右牵拉 如果是一个针不够力的话呢 我们两三个针同时往上拉 其实呢 就是说 把整个筋膜扯起来了 那这个呢 有一个理论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这么一扯 这个衣服 这个力可以往上牵拉肩 那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肾 错过流 切除的是 年轻人 肩膀疼 就跟这个道理 那这个时候也可以 强调到这个地方引起腰疼 甚至往下 可以引起到 膝关节疼痛 那就是筋膜的理论 那就是筋膜的理论 好 我们再看看病人 这个腰疼三年的医生 就是上了信用讲课的时候 弯腰疼受限 膝关节的内侧疼 那我们给它做一个体格检查 一个测区的检查 它曾经有了两次的剖腹产历史 好 这个时候我们检查这个腹部这个地方有剖腹产的疤痕 这个疤痕还蛮深的 治疗就用10x0.5的微生刀 这个是在皮下 现在用手指感觉到针尖的位置 好 到这边插到一个消毒的棉子上 再插第二针 因为它这个疤痕很长 玻璃的沾棉以后再插到那个棉子上 抓住这两个棉子做上下的牵拉动 那是牵拉松解筋膜的三年 好 上下拉的时候 同时就维 我们把罐吸在他背上 这是有按摩住的罐 我们再把那罐吸在它腹部 这罐有紫色的、绿色的和黄色 这三种颜色就是我们正品的一罐 但是现在盗版的相当多 下面这个动作做摇腿摆腰 这个动作的标准是大腿要牵到床面 吸气 现在可以拿来手部动作 做对策 整条提柱就像你毛巾一样 上身的扭动跟脚的扭动刚好是相反的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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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气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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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呼吸一边用力,脚往上抬 我就按这里给你对抗 来,别放松,别急,别急 接过手勒,股部吸口气 好,呼吸用力,往上抬 5,4,3,2,1 好,放松,好,我们这手 右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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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右手,右手,右手,右手 右手,右手,右手 右手,右手,右手,右手 右手,右手,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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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右手,右手,右手 右手,右手 他也互动一手 右手,右手 呵呵 oh 你自己也要往下抬 用力往下抬 自己 自己别绝T 4,3,2,1 放松 既然还 title 非常犷安 它原来是腰疼 膝关节疼 坐在这里的时候 膝关节疼消失了 下面的屈膝抬肚体肤 这是锻炼腰背肌 恢复腰椎的前面的肌力的平衡 这个动作要量力而行 这个带震运动很安全 不疼 因为这个针只在平下 下面有个蹬腿的训练 就是一个核心肌群锻炼的方法 也就能有我们中医的脚气 脚会往下蹬 脚会往下蹬 脚跟往下蹬 用力蹬 蹬 踹踏 踹死他 对 两个脚步抬起来 这个小小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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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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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说完以后呢 我们把腹部的跟背部这个医官都拉起来 请他 好 我们再检查一下他的效果 抬腿 抬腿 其实也是一个核心肌群的锻炼 抬腿 好 上下来 三十分钟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十分钟 手机会要摸到地了 手机会摸到地了 不痛 不痛 真的不痛 你说真的不痛 腰疼 现在心关节不疼 腰也不痛 中国中国的世界是主的哪里 哪里 国务中国的世界主的哪里 童面和五官 童面和五官 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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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治疗前 病人指尖 距离地面的距离是这么大 做完治疗以后 仅仅是十五分钟 他的弯腰就下去了 而且腰也不疼了 膝关节疼痛也消失了 好 那往后伸腰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难的 治疗前 治疗以后的弯曲度 因为腰的后伸呢 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度 他现在呢差不多有三十度了 不错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像你做手术 是吧 你今天多少岁啊 八十四 八十四 八十四岁 他六十年前做了接杂 怎么来的 接杂 接杂 有多年了 二十四岁做接杂 现在六十年前了 六十年前 你看现在我就 当时是两个三甲医院 建议他做手术 腰椎肩盘突出 那我先送这个方案 送完这个方案 看看腰还疼不好 如果不疼 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 好不好 六十年前了这个发痕厉害 好 常规消毒以后呢 用管针 这个是灰针刀 十厘米乘0.5的 当然好呢 这个针比较硬 能做提向透视的时候呢 它的方向感很强 这么扎的时候 皮下呢 真不到肉不疼 它不到肉 只在皮下 扎到棉子上 扎到棉子上 早期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管套 后来现在改变了 直接扎到棉子上 快很多 因为做完治疗以后 大家看一下 抬腿 轻松了 轻松了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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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好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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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弯 后弯 都不长了 下面介绍是 腰椎滑脱 与节眨的关系 腰疼了多长时间 腰疼了多 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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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做手术 做手术 做手术 你没有挨刀 没有做手术 没 那你现在 骨骨这个疤痕 是什么时候做 五十年 五十年前做结疹 是吧 做结疹 你看我现在这一栋 这个疤痕很深 是吧 嗯 哈哈 滚紧张 疼不疼 不疼 现在是玻璃粘粘 粘粘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 外衣跟内衣粘在一起 你看一推到这里 这里就是 有一点点疼 是吧 好 最疼过去了 那牵毛这个 这个腹部这个筋膜 这个筋膜 这样疼吗 不疼 都可以 这样疼不疼 有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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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得了是吧 瘦得了 瘦得了 大一点 进来拉起来 两个衣服 肤质量跟你做治疗了 你不能紧张 好 好 它是可以有那个什么的 嗯 嗯 啊 往上把这个关系在上面 可以 不疼吗 疼不疼 啊 现在把那个福布筋膜拉成 嗯 一条啊 一个就是一个腰松了 现在腰什么 松 松了 没那么紧是吧 嗯 把两个脚趋起来 对 左右两边摆 好像有刷那样子 好 两边摇 摇的幅度越大 你就越舒服 不难受吧 嗯 嗯 很难受吧 嗯 好疼 都可以吧 可以 可以 你脚就踩在床上 下面一个动作有点难度 把两个脚趋起来 整个屁股撅起来 对 做得很好 你来 你看 伸手灵活 再来 对 再来 好像蹲 到这个脚趋起来 往下蹲 嗯 到这个脚趋起来 往下蹲 好 两个脚轮流来 这么蹲 不用往下的力大一肩 踩到镜头 踩到镜头 然后再起来 等 等会呢 马拉松比赛呢 我们推荐你去 好不好 再蹲下去 这个脚也尽量蹲在镜头 蹲下去 对 两个脚 对 用力 就等于下面有个人 你也把他蹲走 脚跟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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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好 起来 来 试试看 看看今天有没有缘分 哇 厉害 比刚才弯的下去 好 关键是往后了 能不等 哇 你们说吧 有缘分啊 不用挨刀了 好不好 好 好的 那是我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 刚才 先向过了 先向我 我们就把这个布连 当作我们的筋膜 这个筋膜很平等的 那我拿这个夹子 然后比方 我们这里做了个手术 做了个外伤 外伤呢 这里有个疤痕 那这么一夹的时候呢 这个疤痕呢 就绷得很紧 这个疤痕往上呢 就扯到我们的颈椎 还有呢 疤痕这一边呢 就扯到我们的 两边的肩关节和上肢 再下面呢 扯到我们的齿部连核 再低一点点呢 扯到我们的大腿 膝关节 白关节 那就说 筋膜的序列是复照在哪里 头 面 和四肢的关节 那反过来讲 头面和四肢关节的病 可能是一个待场现象 也就是一个假象 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标 本在哪里 可能又在那个疤痕 疤痕呢 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用针刀 把这个疤痕粘连了 把它松开了 松开了以后呢 我们再用浴管 把这个地方扯开 扯平 是不是就快很多 这就是筋膜的原因 病根在哪里 就在腹部 而且呢 四肢关节和头面部 只是一个待场的现象 所以我们整病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 治病必求于本 今天的课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这是我的二维码 那我现在是在医院群中医院工作 那我父子俩都在上面那工作 那我们的医院有多少个群呢 有三十多个群 包括国内的群 有美国的群 瑞士的群等等 看到我们这个二维码呢 进了这个群里面 可以看到 国内外用医院治疗的很多 很多的新人内容 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再见